赖金的本身真的就是一个语言乏味 而且箍照无趣的人 他真的是既呆板又单调又语言 又乏味又箍照又无趣 然后也没什么表情 声调也没什么变化 那么千片于律就是如此 头发都要中分 而且留得非常的长 长得不得了 数十年如一日 那也已经是他的活招牌了 就摆在那个地方 然后表情就是那两套 然后动不动就讲他是矿工的小孩 反正用的就是那一本连一套 那所以他真的是一个 也很乏味的 又加上固执顽固 因为他们都定型了 所以基本上来讲 年轻人不会想看 要拉回年轻人的支持率 赖青的要求民进党中央 跟立委名代们都要开直播 怎么又又这个 不过单一老板要我开直播第一集 来看平均直播观看的在线人数 只有1500人左右 正是还没有明显的成效 怎么了 我讲的很实在 而开直播与民众直接的对话 在蓝营里 市议员立委早就开跑 进自己的粉丝群 都非常欢迎有呛声的人 好 线上的朋友大家好 我们今天即将又来录音了 相对也是年轻了 那其实我也一直不觉得说 政治人物就好像 让大家觉得说 比较牢骨版的感觉 那我也希望是说 跟大家觉得说没有距离 要抓住年轻人 即使网路的互动 已经成为政治人物的 必要经营策略 但是光靠直播拍影片 能不能真正抓住 年轻人的目光与支持 一样是未定数 还是平时都为民众谋求 推出好的政策 招呼百姓才是王道 我觉得最简单的一句话 谁要看 然后他把他的头 节目的名称叫做老板 老板 我就听就感觉有点像 这个外劳在台湾 老板要不要来打扫 老板 但问题就在于 台湾的年轻人 已经没有那么容易被骗 他们知道选举的时候 你就叫老板 选后呢 你就是我的大老板 我们供你吃 供你喝 供你住 供你穿 供你车子开 还有司机 我们却要去搭公车 这个真的是 就是差别很大 所以大家都知道 你要再找明代来开讲 坦白说民进党的那些明代 绝大绝大部分水平并不高 第一个水平不高 第二个很无趣 第三个都很老了 然后最后一个就是老面孔 不是深面孔 一点新鲜感都没有 而且呢 他们都已经定型了 刻板印象好清楚 所以呢 他们一站在那个位置上 针对什么议题 大家听都不用听 就知道他一定会怎么回答 他一定会怎么反应 我举个例子 王定宇好了 他只要站在那边 碰到大陆的 他一定就是骂骂骂骂骂 然后碰到军方的 他就狗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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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碰到外省人 他就恨恨恨恨恨恨 碰到台独 他就棒棒棒棒棒棒 你看我是不是全部都讲完了 对没有错 因为他们都定型了 所以基本上来讲年轻人不会想看 也不会想听 这也就是为什么 他们从开直播以来到现在 你知道他们的流量少到可怜 一个这么大的执政党 竟然一千多人看 观众朋友 小弟赖月谦在直播 而且还短视频 不是很长的 而且我直接在线上观看的 都已经是两三千人 我跟我郁琴 我们两个在直播的时候 是五千人 那是常态 而一个民进党 这么大的一个党 结果一千多人看 您不觉得 这真的是很可笑的事吗 上周五院会 民进党集体大迟到 错过直询 韩院长新作风 周日大会不止第一棒的王洪威 早早在议场等待 连11点才要直询的陈秀宝 更是在8点50分就签到入座 就可以早点进来做准备 也怕有什么突发的状况 立委洪生汉 林楚音等人 当天还找韩国瑜要踢管 但议事主狠狠打脸 因为他们在当天上午11点半 还有下午1点50分 两度提醒立委 必须提早到场 但当下午2点半开议 官员排排座 现场唯一的立委 竟然只有院长韩国瑜 明明就是你的错 然后犯错的人比谁都还凶 还敢去绕人到立法院院长办公室 去踢管兴师问罪 你是耍流氓啊 你是小流氓啊 洪生汉你够了吧 不是把民进党的脸丢光了 你把我们国会的脸丢光了 网友通骂 就像你会考睡过头迟到 难道怪你爸妈没叫你起床 然后去校长室踢管 问说为何不让你补考吗 还有人酸根本是持客磨汉 拿公堂搞迟到太丢人了 还敢无理取闹 关键问题就是这些立委到底下午去了哪里 那一天是星期五 是上班日 为什么领国家薪水的立法委员 在星期五上班日的下午会集体翘班 到底跑到哪里去了 他们应该先向全国人民做一个交代 最新民调曝光 蔡英文和陈建仁支持度双双下降 唯独喊国瑜满意度过半 逆势飙高来到52.1% 其中20到24岁的年轻人满意度更高达5成8 难道是年轻人也看不惯民进党 大啦啦迟到还硬拗扯谎 过去这8年 民进党的立法院院长 根本就已经被大家嘲笑为是一个橡皮图章 党义最重要 那这个立法院院长就已经被做小做歪做烂了嘛 他是一个改革者 他让国会变目一新 当民进党KIPP连续几天找韩院长算账 民众纳闷 领公堂的立委连总质询都能迟到 百姓又要找谁来算账 赖金的本身真的就是一个语言乏味 而且孤噪无趣的人 他真的是既呆板又单调又语言又乏味 又孤噪又无趣 然后也没什么表情 声调也没什么变化 那么千片于律就是如此 头发都要中分 而且留得非常的长 长得不得了 那数十年如一日 那已经是他的活招牌了 就摆在那个地方 然后表情就是那两套 然后动不动就讲他是矿工的小孩 可是他父亲在他很小的时候 就已经不当矿工了 然后他永远一直在讲 他是矿工的小孩等等 反正用的就是那一百零一套 那所以他真的是一个乏善可承 也很乏味的 又加上固执顽固 韩国瑜倒是很有趣的一个人 韩国瑜曾经在台湾的政坛打滚了一下子 打滚了一下子以后就消失了 消失了以后消失了很长的时间 然后呢又突然间中间有几次想要冒出来 再去冲冲国民党党内的 但是一次失败两次也引起不了兴趣 第三次其实也没有引起兴趣 因为选票都很低 支持度都很低 能见度很低也没有什么乐趣 然后就后来他就自高奋勇 跑到高雄去当国民党的 市党部的主委 就在那个地方窝的一年多过去了 也乏善可承 可是后来他想那就反正高雄市市长 国民党内认为没有人能赢 韩国瑜自己也认为自己也不会赢 所以他想为他的立法部门的民意代表来铺路 所以他就出来选了 结果刚好那个时候大陆在北漂 台湾的中天也刚好在推北漂 就在这个时候他搭上了这班列车 一下子爆红 所有的年轻人眼光注意到他了 然后觉得他很有趣草根性很强 所以他总算终结了民进党在高雄长期的执政 这样一来他本来在市长如果一直做下去 或许他还有好的政绩 或许但是我们不知道 结果他的心更大了 他要出来选最高的领导人 就在这个时候台湾的选民觉得你怎么可以背叛高雄人而去呢 你怎么一下子又跑出来又要企图心更强了呢 这个时候民进党就说他是草包 年轻人一看说你的政治历念你的学士经历国际事务 社外事务两岸之间你的学养都不够 所以很明显的他就被刻板印象草包化了 那到目前为止草包对他来讲心影不离 但是他现在又回到立法部门去了 到立法部门当龙头 立法本来就是很草根性的 所以他的草根性又跟他的立法部门的民意代表 再加上他的前任游锡坤才是真正名副其实的草包 所以他比游锡坤还要优秀的情形下的话 那再给他带草包 那游锡坤难道不就是草包中的草包吗 所以您看这个韩国瑜他就生动活泼了 当然年轻人又重新去注意他的一行一动了 成功的像过去的这个柯文哲 他就吸引到不少的年轻人喔 这个对于他后来有企图心 要角逐最高的领导人 他就认为有这样的一个年轻人的支持 那他应该有机会 可是他忘了一件事 年轻人不足以决定 谁能当选 因为他必须要建筑在你有蓝或绿的基本盘 如果你有绿的基本盘 你争取到年轻人你当选 你有蓝的基本盘 你争取到年轻人你当选 可是如果你没有蓝跟绿的基本盘 你端门专门依靠年轻人 对不起你仍旧当选不了 为什么 因为年轻人也不过就是一两成的选票 可是他要必须要跟任何一个阵营加在一起 才能够产生陈述的效果 那这样的一个情形下我们都知道 单独的靠年轻人不足以当选 可是不靠年轻人也很危险 谢谢 感谢观看